我們當選了 蘇巧慧走 長達兩分鐘的煙火 讓台下支持者好嗨 不斷喊動算 民間黨立委蘇巧慧 笑納三連霸 她的父親蘇貞昌 和母親詹秀玲 也到競選總部麗婷女兒 讓我們用教練的掌聲歡迎 蘇巧慧的總教練 院長說 今天這個節目是巧慧跟大家 那是蘇巧慧 率領合對 和各位鄉親 一起努力的成果對不對 很爽 對 要給一個 會做事的一個公道 其實當下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擔心 所以我一直幫忙一直在拉選票 所以今天開出來的結果 真的沒有讓我所望 真的 我們台灣就是台灣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 民主自由的台灣 來啦來啦 競選過程中不斷掃接敗票 讓蘇巧慧自嘲 自己的嗓子已經啞到 像爸爸蘇貞昌一樣 儘管身體累 不過這一次在第五選區 蘇巧慧拿下98,586票 得票率超過54% 勝過國民黨對手洪家軍的 83,424票 儒為民進黨守住樹林 這一片綠地還是很值得 這幾年巧慧 他就真的有責啊 其實大部分給我的評價 都是因為這句話 所以他們願意把票投給我 我想這個時代 用紮實的成績 來贏得人民的信任 獲取選票 我想這是最王道 不只成功以漂亮政績 衛冕立委三連勝 爸爸蘇貞昌 又以總教練身份 到場支持 也讓蘇巧慧未來的政壇動向 讓人更關注 民視新聞 唐玄 賴冠玉 新北報導